早上出门化妆,一番努力的打扮下,让脸部看起来干干净净,通透自然,但过不了多久,整个妆面就开始氧化暗沉,斑驳一片,还不如不化妆的素颜好看,这真的是很多女性化妆时面临的很头疼的问题之一。 那我们这期就聊聊如何解决底妆短时间就氧化暗沉的问题,分三个方面说,本期干货满满,记得收藏。 第一部分,氧化的根源,我们要先清楚底妆快速氧化的根源在哪里,才能更好的在日常化妆中注意避免和改善这些问题。 首先就是皮肤出油,皮肤本身的油脂分泌是最大的因素所在,油脂本身就要融化脸上的彩妆,血油脂与底妆混合在一起, 与空气接触后氧化,或者碾上了空气中的灰尘雾霾等,都会使得底妆看起来斑驳暗沉,因此即使控油和补妆是减轻氧化的关键。 其次是粉底液本身的氧化,无论大牌还是平价,粉底液里面都有油脂性的成分,避免不了会被氧化。 再加上粉底液色号选择错误,脸色透过色差过大的底妆,不协调同样会造成斑驳发黄的感觉。 最后是上妆定妆没做到位,一个高效保持的妆容,少不了正确的上妆和定妆,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一步。 简单的用美妆蛋把底妆均匀拍开就完事了,导致上午才化的妆,不到中午就难看得不行。 第二部分,底妆要轻薄。 从前面提及到的油脂问题可以看出,想要抑制快速氧化的问题,刚开始就要减轻油脂分泌带来的副作用。 而越是厚重的底妆,越会加速油脂的堆积,因此轻薄通透的底妆是关键。 首先,上妆前要精简护肤,妆前切记用太过于滋润型的护肤品,也并不是越营养越保湿,脸蛋有轻微的粘度就够了,防止后续出油。 其次,底妆要通透自然,底妆的厚重或者选择粉底液不对自己的肤色,都是造成快速氧化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上粉底液之前,我们常用的配套产品,比如妆前乳或者格力霜,没有必要全脸涂抹,只会加重出油的状况,且底妆还不服贴。 正确的做法是仅在毛孔较大的鼻子和脸颊两侧地方涂上妆前乳或者格力霜即可。 这两个地方,皮肤不是太顺滑干净,也容易出油,所以在上粉底液前需要先润色一下。 如果出油状况严重,可以在粉底液上加抗氧化的精华。 粉底液的选择上,不要一味求白。 很多正常的黄皮肤,想去选择白皮肤用的偏粉掉的粉底液。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旦开始氧化,就非常容易发挥。 中性色调的比自己偏白一个度最合适。 最后,注意防晒。 紫外线的长时间照射,会加快油脂分泌的步伐,因此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取一个一元硬币的量,顺着一个方向在脸上均匀吐开,十分钟后沉默完成,再开始上妆。 同样也需要物理防晒。 第三部分,正确上妆。 上妆手法不对,导致的彩妆不均匀,塔粉、糊粉、粗油氧化等问题,相应的会变严重。 上妆手法形成顺时针方向,用美妆弹进行拍打、按压。 把护肤化妆品慢慢均匀在皮肤表层上。 化妆完成后,可以先用定妆喷雾轻轻地喷一层在脸上。 等水污干后,再轻轻按压一层定妆散粉,如此才能持久不易脱妆。 出门在外,可以选择一款有防晒功能的定妆散粉或者定妆粉病。 出油脱妆时,先用纸巾,抑或是吸油纸,轻轻按压掉多余的油脂。 然后再补上一层定妆粉即可。 一天下来,保持底妆的干净与自然,防止氧化。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就请一键三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